那么关于你指导灵的建议提到的是什么呢 建议我们在做连结的时候 如果有问题 不要使用断的方法去解决和处理 因为人类觉得在断舍离 都是用切断连结 但断的话其实是断下自己的预念 自己的想要跟自己本身的问题 去真正的释放和解决 而不是切断这种关系的连结 那就失去爱的本质了 然后在冥想的时候 要记得在心轮的地方 去做一个旋转式的意念 然后慢慢的去扩张自己的能量场 让这个能量场可以更大更长量 然后不要去做封闭式的 单纯就是用意念扩张 因为现在这个肉体的阶段 意念没有这么的强大 所以这样子的扩张会达不到效果 那这样子用旋转的方式 我还比较成续 我们在冥想到最后 然后再次进入 然后再次进入